大家好,我是天鵝韋婷 今天要介紹的桌遊是拉長島 拉長島是非常適合親子遊玩的桌遊 四歲以上二到五個人 遊玩時間大概十到二十分鐘 作者Nicola說 這是他設計的第一款兒童桌遊 而且他是跟兩個女兒們一起研發的 所以這可愛的拉長島上的五個動物 他們都取了很有趣的名字 這是小馬查理 這是花貓 阿飛 這是綿羊傑拉 這是乳牛 弗雷德 和小竹邦尼 這些名字是不是很可愛很童趣呢 遊戲的開始呢 我們要把所有的牌洗勻 然後每一位玩家發六張牌作為手牌 剩下的牌我們放在中間作為牌庫 那如果小孩子年紀小的話 你可以幫他把牌打開來 他手抓不住打開來我們也方便教他怎麼玩 那基本上玩法還是手牌是不打開的 那我們現在就打開來示範 然後還要再翻一張牌 這個最上面的牌作為這個選牌區 那輪到你的時候你要做什麼事呢 例如我是騎士玩家 不過這遊戲是從年紀最小的開始了 假設我年紀最小 我就要開始先抽一張牌 這張牌有沒有可能是我想要的 我也可以從選牌區要 我也可以從這個牌庫區抽 那我覺得剛好我有一隻馬 所以我會從選牌區抽進來以後 我有一個完整的馬 我就可以把它拉長擺出來 表示我湊齊了一隻動物 然後就輪到你左手邊的玩家順時鐘玩 那下一位玩家呢 他也要先抽一張牌 現在選牌區沒有了 所以他就從牌庫區抽 抽到了一個豬的肚子 好 那我們把它收進來 因為他現在可以打的呢 是一隻完整的貓 所以他也收集到了一隻完整的貓 你抽進來的牌是一張 但是你打出去的牌 不一定是一張 而可能是兩張或三張 或者是以上 只要你可以湊出完整的動物 好 那再輪到這位玩家 他也沒有選牌區 他抽了一張牌 剛好是豬屁股 哇 那他剛好有豬頭和身體 所以呢 他又可以湊成一隻完整的動物打出來 又輪到我的時候呢 我又選牌區沒有 所以我抽牌庫 我抽到了馬的身體 這個時候呢 我可以直接把我的馬拉長 好 或者是我也可以選擇 我要打這個花貓阿菲 那換到下一位玩家的時候呢 他先抽牌庫的牌 他現在也有這個乳牛可以組成一個動物 那我假設他如果沒有牌可以出的話呢 他就必須要把手上的牌 不要的一張牌打到桌面上 像是他現在覺得 噢 肚子可能太多了 或者是說 綿羊他沒有頭和尾 那他不如先不要湊綿羊 他就打一張綿羊到這個選牌區 這樣子下一位玩家 如果他需要綿羊的話 他就可以拿走他 所以牌庫跟選牌區都是可以選擇的喔 最後就是要把你手上的牌 全部變成完整的動物打出去 這樣就是贏家 或者是如果我們手上的牌還沒打完 但是牌庫已經沒有牌了 那我們就必須要停下來 看看誰的肚子拉的最長 這是拉長島 所以誰的腹部的部分拉的最長 那個人就是贏家 但是如果大家的腹部都一樣長怎麼辦呢 那就是平手 OK 這個遊戲非常的可愛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覺得不夠刺激的話啊 遊戲的規則可以改成一次抽兩張 一次抽兩張的時候 是不是就有增加這個肚子的機會了 那你就可以把動物越拉越長 這是一個方法 可以再增加一個計分的方式呢 就是因為原本是先打完手牌的人 就是贏家 那現在如果變成計分方式 就是一張肚子 一個腹部就是一分 那先打完的玩家 又可以多得一分 那我們就是以計分的方式 看誰腹部收集的最多 分數最高的就是贏家 有沒有覺得這個遊戲非常的可愛 趕快回去跟你的家人試試看喔 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天鵝不知開箱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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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mical言 Vegan 跟你的遊戲 會不會讓你配置 在每一個月的遊戲 我的 minuten 不是對是我們 我們可以在這裡